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各位同學 大家好 今天是我們昆去新美學第四講 我希望你們現在都 牡丹亭的DVD跟玉丹基的DVD都看過了 因為看過以後才能進入情況 如果還沒看過的話 快點趕著時間看 我們今天就講的就是 青春版牡丹亭 於新版玉丹基的編劇策略 由我跟張淑香教授兩個人主講 我講青春版牡丹亭 張淑香教授講這個新版玉丹基 張淑香教授用不著我介紹 可能這邊可能是他的門生 他是台大中文系的教授 他教古典文學 我想很重要的一個身份呢 他是我們編劇組的重要成員 他參加這個青春版牡丹亭的編劇 他也主編這個新版玉丹基這個整編 由他來主持 這個劇本是一齣戲的根基 也是一齣戲的靈魂 如果那個就像一個建築物一樣 如果根基不扎實 那個建築物不會有很結實的結構 如果那個一個劇本 他缺少了思想缺少了內容 缺少了遲早 那他就缺少了靈魂 一個沒有靈魂的一個劇本 一出戲呢 他只有一個空殼子 所以劇本非常非常重要 尤其是這個春曲的本 大部分都是從傳奇 明清的傳奇那邊改編過來的 那明清的傳奇 他那個結構上面 很多是五十多本 五十多折 有的是三十多折 他的那個結構 就是相當的鬆散的 相當的鬆散的 就像我們現在的電視連續劇一樣 一天看一天又看一天 影著你看 有時候當時在明清時代的時候 很多有錢人跟大官的加班人 他們自己有加班 很多那些文人自己寫了句 就給他們加班了一眼 他還請了享譽嘉賓 請他們的同行的很多內行的曲家一起欣賞的 所以他可以慢慢看 一邊喝酒 一邊欣賞 他可以一天一天 一個月慢慢看下去 所以他整個那個結構是比較鬆散 有很多肢節的情節下去 所以我們在現代的舞台上面 當然就不可能在那樣的演出 所以編劇上面在很重要的 改編在很重要的部分 其實當時明清的時候 也就很多改本就出現了 我們現在 我現在開始講這個牡丹亭 牡丹亭大家就知道 這個攀山祖的牡丹亭呢 是 明朝萬曆二十六年的時候 1958 十六世紀末了 很有意思 沙斯比亞的羅密尾與朱利葉 就比牡丹亭早兩年 同時在東方西方 兩個大劇作家 偉大的劇作家 同時寫了兩個非常浪漫的戀愛故事 兩個戀愛故事 而這兩個一直在流傳到今天 他們兩個很有意思 同時 這時候上面寫了這個愛情劇 也是到了1616年呢 同年 兩個人一起死掉 所以他們兩個整個是contemporary 還是同時的 那個 牡丹亭又叫還魂記 他的全名呢叫牡丹亭還魂記 一出來的時候 一出來的時候 當年一出來的時候 當年一出來的時候 萬曆二十六年 潘仙祖一寫完的時候 馬上洛陽紫貴 就轟動士林 那個 他的同時代呢 很多很多曲家 就給了很多評論了 有一個 有一個呢 跟他同時代的 一個很有名的曲家呢 叫做沈德府 還有一本 有一本書叫做《故取雜言》 他講了這麼幾句話 湯一人牡丹亭夢一出 家傳護送 幾令西鄉檢驾 他接著又講了一句 他說 奈不按曲譜 用運多任意促 最有意思了 他前面那一段話呢 講他一出來的時候 馬上造成轟動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在那個時候 《西鄉記》 原王世普 這雜劇《西鄉記》 在那個時候 大家都公認為 不管是渠或者池 首位第一把的 第一把交椅的 而且非常的流傳很甚廣 但是牡丹亭一來 聲勢之大 壓倒了西鄉幾乎 幾令西鄉檢驾 他下面又講了一句 那也不按曲譜 用運多任意促 他講呢 可是那個湯宣祖呢 不懂音樂 說他不懂音樂 他說很多任意發揮 有些不合於規律 他講的這麼一個 這個是當時的很多曲家 他們的想法 尤其在他的同時代 有另外一個大曲家 叫做神景 神景呢 他是在蘇州附近的吳江那個地方的人 他是非常 他是一個那個 那時候曲家的領袖 他是一個非常精欲 格律 這個曲譜格律的 非常講究很嚴謹的 他成為這一派的領袖 那他這一派呢 對於這個 所謂的格律派呢 有這麼一派人 一派人呢 當天主一出來 他們覺得他的格律不合適 紛紛地把他改 去改當天主的那個 古丹廷 神景呢 本人呢 他有個改本的 叫童孟濟 不過這個本子 我們現在 現在已經 已經失傳了 我們看到文獻上面 有他這個 其他呢 還有幾個 他的那個 整個 格律派的這些人 像那個 趙茂巡改本的 他叫還魂記 趙茂巡覺得這個 趙茂巡 不按這個曲譜 他把他那是 臨川四孟 都拿來改 都改了 改了 他是這一派人 就是 以辭就調 遷就格律 他覺得趙茂巡有些 有些譴詞 不合於這些 曲譜的格律 曲譜叫他很嚴格的一個形式 是 還有講平宅 還有製術 講那個 劇法 都有他一定的格律 他們呢 覺得 趙茂巡有些詞句 不合於格律 都去改他的 改他的 還有一個 跟他同時代的 馮孟隆代都知道了 三言的那個 那個 出版三言 他是個出版家 也是個文學家 也是個曲家 他把他改成叫風流夢 把他改成叫風流夢 那這些都是把他改他的 改他的那個 改他的詞 改他的那個詞 不光是這幾本 一連串 從明朝到清朝全本的 紛紛改動 當時候 因為沒有這個版權 沒有版權法 而湯憲主也無奈何 只好讓他們改 只好讓他們改 可是湯憲主呢 非常不高興 他非常不高興的 他們就說他改他的那個 改他那些 把他那個詞都改掉了 他就有一次呢 寫一封信 給臨出城 就是臨盟出了 他說啊 吳寧牡丹廷 大受李玉神改篡 雲遍吾歌 吾歌就是昆曲了 李玉神呢 是他 其實他是好朋友 是湯憲主的好朋友 也是那革律派的 他把他的改了 他的本子改了以後呢 他好心 他還是拿給湯憲主看 還請教他 湯憲主非常不高興 他說啊 佛麗雅然時孝曰 他說啊 稀有人邪摸結之東景芭蕉 隔焦加煤 東著東矣 燃費王墨結東景也 冬天 沒有芭蕉 沒有芭蕉 但是王維可以的 他叫畫芭蕉 王維畫的芭蕉是王維 王維不光是大詩人 他也是大畫家 當著唐朝的大畫家 畫個芭蕉 還有人呢 把王維那個芭蕉 割掉 畫一根梅畫在上面 冬天不錯 是有梅畫 但是呢 他不是王維蕉那個 不是王維蕉的原畫嘛 長天不講 你改了以後 就不是我的不丹廳了 他很生氣 很生氣 那麼那個呂玉神呢 心忡忡的給了他 拿好参加主大發脾氣 然後呢 他就寫了一封信 那時候呢 呂玉神這個本子呢 也要上演了 他就寫了一封信 給那個 余麟 余麟就是他的家鄉 余皇 一個演員 叫做羅章二 他就警告他 他說 牡丹廷要依我原本 他講 其屢家改變 切不可從 雖是真典一二字已變俗暢 卻與我原作的義去大不相同啊 他提出義去兩個字來 這有意思了 義去兩個字來 其實就是內容思想 跟我都是講的 完全不同了 所以他很在意人家改他的本質 然後他又有一封信呢 給孫世居的 他說啊 這些人都說我不懂音樂 不按曲譜 他說我這麼寫啊 正不妨傲制天下人嗓子 他說我這樣寫啊 你就要這樣唱 閃著折了也沒關係 我就想你 湯彥祖大光火 也有些時候也有他的道理 也有他的道理 像那個張茂巡的改本呢 他把都林良寫成什麼呢 寫成一個不戴空歸的私村少傅 那當然那個唐彥祖很不高興 其實呢 這些人呢 改他這些改本質的文采啊 遠不及唐彥祖 一個大曲家吳梅說 唐彥祖遠遠比他們超過的文采 比他們超過他們十倍 有大天才的文學家 他不會均於這些形式的 大天才的文學家 他創造德 就是要創造形式 他不會去按照現有的形式 來修剪他自己的思想內容 所以唐彥祖呢 他其實不是不懂音樂 他懂的 不過他寫著牡丹琴的時候呢 他那個曲牌唱腔 是按照他自己 他家鄉的時候 盛行的是海援槍 易揚槍 海援槍 他寫的 他最初寫那個牡丹琴的時候 他不是坤曲 所以有這些問題出來 這樣子怎麼解決呢 後來有很多好的改本 從明清一直下來 有很多改本 他們解決的辦法呢 就是呢 有另外一個呢 另外一種改本呢 就變成那種曲譜形式 就是拿這個 這個所謂的改調派 就是因為他 蒼彥祖的確 他有些不合於坤曲的得力 他們這些人呢 這些這一派人呢 就把這個 把那個 曲譜音樂改了 來就這個 蒼彥祖的原本 基本上保持去蒼彥祖的原本 就不改他的 不改他的詞 把音樂 改了音樂來就他 也有很多很多改本 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改本呢 就是清乾隆時代 葉唐 葉唐是蘇州人 他在這個 這個 乾隆時候 大概1792年的時候 他就寫了這個 叫做 《納蘇雲》 《牡丹廳全譜》 這個要緊啊 這個曲譜要緊 這個曲譜呢 它一共 收了五十三折 《牡丹廳》一共有五十五折 它收了五十三折 其中呢 只有第一折的標目 還有那個魯蝶兩折沒有收入 這裏呢 這個 《牡丹廳》 《牡丹廳》 真好這兩折 都用上了 那麼是 那個 我們的那個 編曲的人 自己在 重編的 因為這兩個 很少曲 只有兩個曲牌而已 是比較容易解決這個問題 自從這個曲譜形式的 這個改本出來以後呢 那麼就解決了 它基本上解決了那個音樂的問題了 所以現代的 現代的牡丹廳的 這些各種的本質 音樂方面都按這個 納蘇寅的這個曲 這個本來 來重點 自從這個以後 各種改本 每個劇團裡面有劇團自己的改本 有演出本 有很多演出本 像這個納蘇寅這個改本呢 它只有曲 沒有冰白 沒有對話的 沒有冰白的 那很多演出本 把冰白也寫上去 曲譜也寫上去 有各種的改本 一直到現代 一直到這個現代 很多劇團裡面 尚昆的 南京的 沈昆的 浙昆的 都有自己的改本 都有自己的改本 紛紛 紛紛成出不窮 我想這個 可能沒有 可能 沒有任何另外一齣戲 有牡丹廳那麼多的改本呢 我們青春把牡丹廳指的其中之一 其中之一 甚至於外國人 美國人 皮特沙勒斯 那個蠻有名的導演 也去改 他把昆曲 歌劇 西方歌劇 昆曲 歌劇 話劇抽到一起 後現代的牡丹廳 抽到一起 也改一個本子 也改一個本子 上次王安琦叫什麼 日本人 改成 來了一個卡布奇 卡布奇本子 卡布奇大師唱昆曲的 也有 所以牡丹廳到處改本 都很有 那我們青春把牡丹廳有什麼特色 為什麼重要 我今天來講 我們青春把牡丹廳的整編 我們青春把牡丹廳的整編 我個人在寫了一篇文章 那在改本子 我們自己的整編的時候 我寫了一篇文章 大致上 我對這個牡丹廳的看法 還有呢 也得到我們編主大家的共識 我有這麼一段話 可以當作我們這個 可以說是我們這個整編的基本的名字 我是這麼說的 牡丹廳的主題在於一個情字 我們一本也貼近唐宣祖 情真 情生 情智 是唐宣祖的那個自己講的 的理念來發展 我們分成三本 上 中 下 三本 第一本 啟蒙於夢中情 第二本 轉折為人鬼情 第三本 歸結到人間情 這是我們自己的獨創的 太好了 把它分成三段 把它分成三本 各種不同的層次 我們第一天是第一本 是夢中情 整個的改編 設計 因為牽動了我們一切的舞台設計 都是從夢中情 這麼一個觀念來設計的 第二本 人鬼情 從這個觀念來 第三本就是歸於人間情 他說 唐宣祖筆下天下第一有情人 杜妮娘因夢生情一往而生 上天下地 終於返回人間 與柳生夢寐結成連禮 在牡丹亭中 康賢祖給予愛情最高的禮戰 愛情可以超越生死 衝破禮教 感動民府朝廷 得到最後勝利 我說 牡丹亭可以說 西部有史詩格局的尋情記 上城西鄉 下起紅樓 是中國浪漫文學傳統中 一座微微高峰 這是我想我們整個對於 李丹亭編劇組的一個看法 所以我們編劇大致上也按照 我們這個所謂的概覽來編 其中我要講一下 有一部《史詩格局的尋情記》 我上次也講過 這是我想我們定調 它是一個愛情神話 我們定調是一個愛情神話 這個 那麼 我們在這個演出的時候 有一個 講到這個愛情神話 我覺得 張獨香教授有一篇 非常非常重要的文章 對於我們這個編劇 它是有一篇叫做 《捕捉愛情神話的春瑩》 《青春版牡丹亭的詮釋與整編》 我們收在那個 這個 《插子眼後牡丹亭的本書》裡頭 那麼它對這個愛情神話 有非常相當深刻的詮釋 那麼它比較了西方的一些神話故事 找一個神話的英雄 還要去尋找了那個 《Golden Fleece》 金羊毛啊 或者是金碑啊 他要經過多多少少的磨難 才能夠最後找他人生的 生命的野全緣 《Golden Fleece》 他要經過生死 經過多少的考驗 經過人間的多少的考驗 最後他才找到他的情 一個圓滿 那個情來說 對於我們幾個人的那個共識 我們幾個人的共識覺得 《Golden Fleece》這個《古丹亭》 他所謂的那個情呢 我覺得還不僅是一般的男女之情 我覺得他的境界呢 要高於西鄉的原因 我想他那個情幾乎已經到了形的上了 我想情在於《古丹亭》來說 它是一種生命的動力 生命的動力 我想他說 尋找情在尋找生命的全緣 我想在那個 這個是當然有它實在背景的 我想在那種的 宋明明卻非常堅固雜實 在這種壓抑的這個時代裏面 我想他 我想唐元祖 他受的那個王陽明啊 那一派的那種 那種心血這種的臉下 這種性情的解放 心靈的解放 追求生命的那種 這種的這麼熱情 那種 passion 我覺得不單聽 在某種方面說 是他的思想 這種的思想 具體的 文學上的呈現 我想要了解到這個方面的時候 所以我們對於那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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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替它重新的我們的編制以後 來呈現這個主題 所以我說說繞到這個主題 我們來編劇的 所以我們整編有幾個原則的 我們整編有幾個大原則 第一個呢 我們的原則是尊重古典 但不英雄古典 利用現代 但不濫用現代 古典為題 現代為用 我們這一段話 是我們整個製作的 整個製作最高的一個原則 希望這是 對了 這是一個古典經典作品 我們持這個態度 是非常 我們是非常虔誠的 非常深敬它的 不像秦某群那樣子 隨便去改它 隨便去改它 我們非常敬敬業業的這種態度來改了 但是我們並不應許它 因為唐献祖是十六世紀的人 十六世紀的人 他的那個戲劇觀 他的那個舞台呈現 當然跟二十一世紀大不相同 我們才要從二十一世紀的這種的舞台的觀念 來怎麼把這組戲重新搬到舞台上 要把一個有四百年的這麼老的劇種 這麼一個劇種 搬到現代舞台來 讓它重放光芒 如何來做這個事情 我覺得是如何把古典跟現代接起來 這是我們編劇 這是我們整個製作最大的一個挑戰 就是如何跟傳統跟現代接軌 這是最難的 這是最難的 各個環境都變了 現在的大舞台 現在的觀眾的審美觀也變了 如何能讓古典 還能夠能夠吸引現在的觀眾 這就是蠻艱難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們非常靜靜夜夜在做的 那麼第二呢 我們有個大原則 紫山不改 它有五十五折 它有五十五折 我們已經怎麼刪剪 也就是三天的戲了 你看已經二十七折 其實我們雙上標目是二十八折 已經三天 快九個小時 已經是一個大戲了 很少這樣子 現在的舞台上面很少成成成成的大戲 這樣的都演不完 它五十五折 所以一定要刪剪 它有四百 有四百三十多個曲牌 有時候一個曲牌一刪就是二十分鐘 這四百多的時候 刪開來還了得 算算看 算看 我們一刪三成的編成 132個曲牌 那已經構成了 然後怎麼去挑選 這就是功夫 這就是學問 我們講的指三不改 所謂不改是不改它的唱詞 因為康田祖的那個 康田祖是他的詩詞的底下的功夫 太了不起了 他那幾段有名的唱段 美得不得了 那個不好去動它 一個字都不能動 難怪他講一個字不能動 難怪他講一個字不能動 難怪他講一個字的 是不可以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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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個像那個金夢啊 尋夢啊 那些摺 那些摺 那些像石化那些東西 不好去動它的 我們保留經典摺子強化過程系 有一些 因為它55摺太長了 後來呢 後來的演出呢 那個明清時代的已經有了 當然它經典的幾摺 幾摺都解開了 這些經典摺子經過長時期的 一些歷代的表演 表演藝術家的程式千錘百煉 已經變成 已經變成的 非常完美的一些摺子 一直一起了 像金夢 像尋夢 寫真 離魂 石化 這些這些摺子 是經典的摺子 我們呢 盡量的保存 把它保存下來 但是呢 其他呢 一些過場戲呢 也是我們的這個 《七段姆蘭先生》的特點 過場戲它沒有很 沒有很經典的創斷 它的那個舞蹈 可能也不是太過炫耀 可是它很重要的 它是很重要的 它交代情節 介紹人物 也要弄得非常有趣味 所以我們也完全不忽視 沒有忽略我們的過場戲 所以你們看看那些過場戲 都很好看的 甚至那些什麼 呂妓啊 什麼益女啊 像這些東西 這些很好看的 很好看的這些過場戲 那麼第四呢 我們保留抒情精華片段 緊縮敘事過程 昆曲 尤其是牡丹廳 它那個抒情的一些精華 精華之間 那就是昆曲中的 昆曲中的最美的呈現 這種這些呢 是不好去刪掉的 所以我們很注重 盡量保留那些最美的 到了他們抒情階段的時候 抒情的時候 它是表現它那個 比如說心裡的一種感受狀態 一種意境 一種跟我可能會 一種情景交融的 這種的那個變態的 那個fleeting moment的那一刻 那種是 那是最在文學上 在詩上面 在詩學上面 都是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這個 那一刻 最美的時候 表現出來的 那我們這次 盡量把它保存 至於敘事的過程 能夠緊縮的 能夠交代過去 我們把它緊縮起來 整個昆曲的 表演分兩大部分 一部分是抒情部分 一部分是敘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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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呢 抒情以為太多了 太長了 那這個整個戲會悶 整個戲會悶 那如果是抒情太少了 一時是敘事太多 那只是交代 那這個人沒有讓他 有充分的發揮 分取自己的那種 那種抒情寫意的那種美學 那這兩個 怎麼樣子的 那個成分 兩個怎麼互相來交配合 這個我們也想到 這個怎麼樣來分配這些 我們也相當地注意的 那第五呢 我突出柳夢梅的角色 深淡地重 病重 雙線發展 很多改本呢 一邊倒就倒向杜力梁去了 有很多原因的 第一個呢 就是有時候很多是 因為大概他的斑底裡邊 以彈角為主 彈角成的 所以通通都會突出杜力梁 像張基青的改本 比如說 那個沈坤的改本 那他只唱金夢 寻夢寫真離婚 都是杜力梁的戲 都是大部分的杜力梁的戲 所以很多 有些改本是一邊倒向杜力梁 這個不是 那個 湯漢祖的原意 湯漢祖的原意 湯漢祖的 劉夢梅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等一下我慢慢講 我再講他 他覺得有好幾層意義的 所以我們這個改本呢 我想把加重了 有夢梅的那個角色 是生蛋並重的 兩個雙線發展的 所以有的呢 這樣有個均衡性 有個複雜性 有個這樣的話 整個戲啊 生跟蛋 兩個人都有個 第一天是彈角的戲為重 第二天是生角的戲為重 第三天是生蛋並重 都有的 都是相當平均的 它相當對稱的這麼一個結構 那麼第六年 我們說冷熱場是平均分配 注重舞臺演出效果 非常注重舞臺演出效果 你的本質怎麼改怎麼改 你演出來不成功 也是白費功夫 所以最後的presentation 到了舞臺上面怎麼戲注重 這才是最後見真章的時候 所以我們那時候是非常注重這個 什麼時候一個 一大段抒情的時候 馬上又來一個比較熱鬧的群戲 或者舞戲 然後再來一大段抒情 這樣的冷熱場子吸引觀眾 在演戲的時候 最怕觀眾的心理上的一種變態 隨時要抓住觀眾的那個注意 這就是劇場心理了 所以我們在編的時候 也非常注重劇場的心理學 而我們編完了以後 我們只是文學本 按頭的 我們編完以後 我們都送給那個到蘇州 導演那個老師們 他們檢驗過 檢驗過 如果覺得這個場是冷 沒有戲 打回頭 我們幾個人又再重編了 那第七呢 那麼這是我剛剛講過的話 全劇圍繞牡蘭平 情字主題發展 並調為愛情神話 分上中下三本 夢中情 人鬼情 人間情三本進行 那我們這個 我們先 我再介紹一下 我們這個編劇的成員 我召集人 那麼其他三位是 張書香教授 還有法偉教授 新宇雲教授 華偉那時候是在文哲所當研究員 還有新宇雲是台北一大的學生 我們看看我們的背景 很有意思的 我跟華偉兩個是外文系出身 那張書香跟新宇雲是中文系出身 那華偉 我跟華偉兩個人又回頭來 我教這個 中國文學小說 華偉那麼回頭來教這個中國戲曲 那張書香呢 他的這個 這個博士是哈芬念的 那時候我們這一組人 都有中西兩面的文化的一些 受過這個洗禮 那麼我們對那個現代的劇場 就差不多只有這個共識 講是這麼講 那這些都是專家 就是像張書香和華偉他們的專家 他們的牡丹田念的 那牡丹田他們看著爛熟了 專家當然有好處 他因為他專 他知道多 專家知道太多了 也麻煩 大家意見就多了 我們在 我們在 我們一共 從頭到尾是五個月 五個月 五個月 五個月嘛 在一起呢 吵吵鬧鬧鬧 也鬧了五個月 大家 大家的意見 我覺得很有意思 我們當時還大致上做得 和而不同 當然還是 還做到 至少做到這一步 大家有很多意見 他們最後的共識 這個也很有意思 大家那種 智慧的激盪 我覺得我們在編劇的時候 最開心的 其實最後我想起來 編出這個一個劇來 中間經過很多 有時候有點硝煙的 那我做 我做 我做 我做召集人 那只好兩邊 要最後 最後兩邊安捕一下 兩邊安捕一下 兩邊安捕一下 所以我們那時候編劇 其實編完了 編完了以後 大家就聳了一口氣 聳了一口氣 聳了一口氣 這個上本 上本呢 我們這個 夢中情 原本呢 原本呢 有這個二十折 看到啊 原本有二十折 那麼我們呢 這個 就 就 我們這個 改 我們改這個本子呢 就十折 我們就挑了十折下來 那 頭一個 頭一個 頭一個是 這個標目呢 本來呢 我們 只是 我們 你要看到我們 另外第一套DVD 首演DVD 在台北首演的啊 第一場的時候 我們那個標目啊 只是唱的 幕後唱的 沒有演出來的 後來我們改了 你們現在看到那個 湯先祖本人上場 我覺得 這個是很大的一個改變 很好 定調 尤其 我們又加了 湯先祖把他那個 他的序裡邊講的是 情不得所起 力望而生 那段話呢 加進去 這是我們家的 還好 是湯先祖自己的話 我們並沒有爭他的 就是他自己的話 我們加上去了 我們這標目的 那我們就從 原來你看啊 他是 他是嚴淮開始 我們 嚴淮那個 一來就是柳夢梅出場 介紹自己 柳夢梅出場 這個是傳奇的一個格式 他的男主角 好 先上場的 先介紹自己的 然後我們就把它 我們就改了 這個改的 我就很重要 相當重要 我們從 從遜禮切切進去 這就是我們的主題開始了 我們把 嚴淮調了我們的第五則 調下來 等一下我在講 為什麼我們要調下面去 遜禮 我們從遜禮一開始 遜禮大家都 大家看過了 這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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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2002 那個 不錯 整個宋明理學非常你較森嚴的那種家庭 非常壓抑的這種 這麼一來的時候 第一個我們整個組織就出來了 我覺得 第二馬上結的呢 就是歸我們第二者就是歸屬 春香鬧雪了 冬宏老先生 陳翠良 教朱瑠良這一首《關居》 也就是我們這個《詩經》的第一天 《關關居舊》《載河之道》 《瑤俏鼠女君者好窮》 她選就選得再好不過這首詩 這是我們所有的詩 我們《詩經》的第一首 我們有文字記載第一首《情詩》 現在看起來 這也是《詩經》的第一首《情詩》 直接講出來 《關關居舊》《載河之中》 《窈窕鼠女君子好窮》 非常直結的這麼一首 那個首沒有任何禮教的一首 直輸其懷 這麼一首 這麼一首 而且呢 《關關居舊》 《鳥》 《春天》 《不鳴》 《互相》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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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情》 《中天》 《之中》 《大自然》 《雅雅》 勾動了祝您倆的春懷 這樣說 接下來才有經夢的 才有經夢 所以我們一連串下來 有主題你看 下來了 經夢完了 我們把岩懷掉了下面去 先是 柳夢梅是以 夢中情人的這個 這個情像出現 夢中情人的形象出現 那當然了 整個是個愛情神話 它當然有浪漫色彩 浪漫色彩 有浪漫色彩 柳夢梅一出來 那個第一個形象 它是夢中情人的形象 一個浪漫形象 手持扭支 它是一個扭支 它是一個扶有非常重的象徵性 柳枝它是代表春天 代表愛情 我們在中國的文學裡面 柳枝都是愛情的 愛情生命 你看看 那個觀音葡萄像的手持 柳枝 他象徵著生命 象徵著春天 象徵著愛情的 這麼一個人出來 所以一來 他的那個形象 他整個背後的意義就大多了 也就是整個那個戲 整個提上去 他不光是 如果一來 先把那個柳夢梅開頭 炎懷介紹 他一降降到人間去了 這個人 這是一個窮書生 一個窮書生 一個還有這個 所以呢 所以我想 我們把它調的相當 這個經夢以後 一下子炎懷出來 這兩個對照 現實生活 是有這麼一個人 他一方面他是夢中情人 他代表了很多相當 另一方面 他又是一個奧古書生 他又是一個奧古書生 他也做了一個夢 所以這兩個對照了起來 你這樣子看的話 你這樣子看下來 我們編劇這裡面的功夫 在這個地方哪 功夫在這裡了 然後再下來 去夢 我們到了徐夢的時候 我們也想了半年 徐夢是太重要了 徐夢可以說是 昆曲中的 這麼整個 我們整個這個戲的重重之重 可以講 這一則戲半個小時 我們半個小時就放進去 半個小時我們不肯 捨不得把它縮短 這個是不管那個詞美 曲美 舞美 它是昆曲中的 很能代表著昆曲的書情寫意 那個詩話那種的境界 這個詩詩寫意 這個詩詩寫意 這個詩寫意 所以我們把它放在這裏 從中場前面到了詩寫意的時候 兩個鐘頭了其實 很多觀眾憋不住了 他說我們沒辦法 我非憋的不可 看完了再走 看完了再去休息 所以因為他剛好那個情緒在這裏 嘟嘟嘟嘟嘟嘟 徐夢的時候一個嗨 第一次高潮 到了徐夢的時候 這個情緒調到最高 我們馬上靠一下 讓觀眾的情緒停在那個地方 休息回來再重新開始 這是我們在劇場上的期中 就是考慮 所以徐夢非常美 那我現在放一段 這個徐夢的這個給大家看看 出變成真的 我現在為 iphone 其為是美比 盈造在的花花 Lives是美比 音新帕燈莓 活不because paul 你的靠 照 Last 死 égal 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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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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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人家 愛人家 一如麥愛天 愛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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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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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在那个寻梦的时候 本来的原来的本子 原来像张绿青的 他这个春香还要上来的 春香还要上来 然后把朱伟娘扶下去 那是把整个气氛缴了 所以我们最后用了收光的处理 用收光的处理 在那地方卡下来 整个情绪可以把他 正好停在那个地方 下面鲁蝶马上另外一个武系来了 就是金兵庆宋 这条支线我们就开始了 冷热肠子我们也调换了一下 开头是抒情的 现在是武的戏 然后再一直下来到离魂 一直下来到离魂 最后收了 我们是第一本 我们现在第二本就改的比较更多了 第二本是人鬼情 那个人鬼情呢 那么因为是这个地府 我们要制造那个地府的那种的 这种的气氛 所以我们把那个闽判这一则 放在第一个 原来的你们看 原来闽判它前面还有旅记 还有叶玉这些折子的 我们把闽判吊上去 这种为了要一开场 一开场就有那个地狱的气氛 一开场就有明府的气氛 一开场就有那种鬼狱的气氛 所以我们把这个吊上去 那么一吊上去以后呢 那整个那个气氛就不一样了 整个气氛不一样了 如果我们把旅记放在前面 那那个就是整个那个地狱出不来 所以我们把这个 我们看看 我们几张照片看看 你看判官喷火那些照片 一来是这个 你看这个 我们这个相当奇特的造型 整个你看那些 而且这一跳很重要 这一跳要掐得很准 都那两个水袖一甩出去之后 那个判官还从上面跳下来 我这下面看得不好 每次跳的时候我就捏紧 神发他一下跳下来 这个这个 就跳不过那个船 就跳错了 就糟糕了 不过判官很争气 判官每一次跳下来都对的 刚刚那个很不容易 你看这个 一来 我想跟头一本完全不同的气氛 头一本是梦中情 非常romantic 这个是人鬼情 非常的深忧的这种气氛出来 所以我们在选这个 整个是照这个来的 我们去看看那个 我们去看看那个 这些电视值在这种气氛 我们去看看那个 我们去看看 有点准备 咦 有点准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再来看看这个 一来我想整个气氛就出来了 而且我们那个特别的设计 杜林娘娘用水袖表示鬼的方法 第二本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实话》 我们刚刚讲的是我们把《生淡并重》 重新着重塑造的《纽孟梅》这个角色 《柳梅》我讲的一方面它有象征性的 它象征了很多的 它象征了梦中情人 第二方面它又是个奥古书生 这样子的话我们要给它表现 所以表现它很重要的 它跟杜林娘一样对那个情的方面很痴的 杜林娘的情是很坚持 她的是非常痴情的 这么一个呢 我们整个给她一幅画 那么她就看了那个画以后 好像似曾相似 好像她自己梦中的梦在那跟美人一样 她就对这个画就叫她换她 那叫她换她 好像真的把《柳梅》那个魂就换回来了 实话这个一直是昆曲里面的一个经典 很多老师傅都演过这出戏的 可以说是他们都等于那个刘元金梦一样 那我们在这个层面有所有的改动了 我们跟那个大家有个共识说 其实实话又分了两则 叫实话教化 那我们觉得实话这一则的重要性非常重要 因为柳梦梅到了那个园里面 那个园就是杜林娘的以前 刘元那个园 她进去的时候 她都景色荒凉 她突然有所感应 那是不是从前有人来了 在这个园 有什么有什么这个这个这个有什么这种 是不是有断 你看看看断肠人远 伤心事 有什么发生过什么伤心事在这个地方 她的她整个的感触 我们把这一则定为男游园 设计了很多很好的女道 而且尤其是这个曲牌 警禅道 平常他们在传统的老师上 不演了的 几乎 我们把这个加进去 这个也是小生小生的信念 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么这么一则 我们可以看看 行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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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你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去苦 怕 怕 毒苦 难去 要去 伤我 想 怕 去 人 头 拥不够 舍 君 尘 旁 兵 平 虎 是 菜 断 难 心 一 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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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 断 长 安 生 远 我 爱 生 世 独 都 待 多 管 起 天 无 恰 虎 山 这就是昆雪 这就是昆雪 每个地方 一个人在唱 把个情境都唱出来 情境都唱出来 这个是看到这个圆 想的 这里一定发生过伤心事 断肠人员 这个时候他在唱的时候 你也是明明中 朱尼良混在听 在听他互相呼应 所以下面才有油 他有混油 他有幽构才出来 所以我们这一则放到这个地方 我们把石化教化 把那个教化那边 本来他在放到书房里面去演的 我们就大胆地改 一切合成 在园中就开始教化 我们的那个理由是 因为朱尼良就埋在梅树下 他在这里教化的时候 跟他那个混的字更加呼应 更加容易呼应 所以我就问 而且他一切合成 而且他表演的空间比较大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跟那个金梦一样 跟金梦一样 我们虽然这两个都是非常非常经典的 我们觉得是青春版 那么经过那个老师傅 汪世宇跟张继青的同意 他们也觉得可以改 在身段方面 在这个排演方面可以改动一下 所以我们也有所改动 改动成 所以刚刚那个李九零表演这一段 这就是小生他唱的高潮 刚刚沈凤云那一段 可惜我们那个声音不太好 这也是沈凤云 最弹角最重要的一个表演 所以第二本呢 我们有很多调动的地方 大家可以自己去 我们都有了这个原因的 比如说像第十七的淮景 那本来他是原来呢 原来是原去第三十八折 比较后面很快 我们把它调到前面来了 因为呢第一 我们在第二本的时候 这第二条线就是金兵庆送的条线 要马上要上场了 要上场它 第二呢 我们把它放在这个敏仕跟幽构之间 也是冷场热场 那淮景是一个武戏 杨活跟李全 有两个人 还有两个喜剧人物 很热闹的 放这两个 因为那个幽构跟敏仕 地点是同一个地方 两个人也是他们两人唱 如果在两则戏都有十几分钟 如果叠在一起的话 这就抒情的成分太多 被戏会变焖掉了 所以我们把这一场放在中间 而且还有一个技术上的 有时候我们调场次 还有一个技术上的考虑 就是换衣服 他来不及换 来不及换 所以我们要裁一个 裁一场进去 让他们换衣服抢装 你们不知道 他们有时候急的时候 这人跑进去 总量跑出来 一分一秒都不能插的 一分一秒都不能插 有时候他们讲得太急了 有一次 还有一位忘记带了胡子 跑出去 跑出去 那个有时候非常紧 其实后台很紧张 前面好像非常非常 后台的反应非常紧张 但是技术上 我们要把它错开 那么我们到了回生 第一本是由生如死 第二本是由死如生 又回来了 第三本就回到人间 第三本回到人间 那么回到人间这一本呢 第三本我们决定要第三本的时候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次决定 第三本呢 原本有二十折 很多时候以前的本子都不演了的 他们有的人觉得好像对于他们的结构比较松散 而且跟那个 生诞性的那种情方面 爱情性方面 比较少了 没有了 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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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所以他们觉得很多人都把它删掉了 当然如果只演了回生 但是真正变成一个 变成一种fantasy 现实的社会 现实的社会 这个都女娘不光是要穿越生死 不光是要穿 还要回到人间 受人间的考验 还要受到这个家庭礼教方面 还要受到这个方面的人间战乱方面的 种种的考验这一对情人 最后才能大团圆 他要得到最后连要感动朝廷人间最高权威的人 要感动他们才最后讲出 愿天下有其能终成眷属 这是最后的一个团圆 所以没有第三本的话 我们的这个戏不完整的 所以那是我们坚持要三本的戏演 九钟头让它九个小时 我们到美国剧演 到英国剧演 一样九钟头 一点 没有一点缩水 我觉得这样才对得起唐献祖 这样子唐献祖的那一本 那一本才是我们这个最什么的 因为今天呢 现在这个我本来第三本 还有放放video给大家看看 我稍微讲一讲 那个儒航呢 儒航内地则是第三本的一个主轴 这样子两个人团圆了 两个人团圆了 两个人团圆了 我再看看照片好了 我看看照片好了 这两个人 两个夫妻回到人间变成夫妻 他们两个人呢就团圆了 这个就是非常象征性的 两把扇子变成一个圆形 这是设计的 两夫妻在人间团圆 那么这是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个 然后到了 到最后呢 皇帝呢 也 元嫁的时候 皇帝也被感动 皇帝下令 大家一起团圆 皇帝下令大团圆 我不猜 中国人 我们那个民族 你喜欢大团圆 我们 有人常常说的 有五四的时候 因为我们没有悲剧 所以中国的戏剧 就差西方戏剧一本 那么希腊悲剧 当然 偉大 不过我想有时弄得其他悲剧 天路人怨 不是我们 不是我们这个民族性 不是我们民族性 真正贴近的 这个就是 我们喜欢大团圆 到了最后 大家合全家团圆就合 这种的 这种情态 到了最后的时候 皇帝也让这个 本来这个杜宝 还不愿意承认 这女儿怎么好好又回生了 这鬼怎么爬出 就跑回来了 皇帝说 拿个镜子照他一照 这是个真的人 你们大家团圆 下令到五门 大家通通通去团圆圆去 最后大团圆 团圆以后呢 好 接大欢喜 接大欢喜 观众也是 看了这个时候 这亥翻了 头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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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离魂的时候 大家 心情还有一点沉重 又祝人娘死了 第二天回生 已经开始 情绪上来 第三天大团圆 哇 standing ovation 我现在放一小段 放一小段 我们到美国演的时候 我们十二场 演的在美国演的社 十二场常常满的 那些外国人看得 看得这个 他们大为惊奇 怎么比 怎么这个四百年前 其实就有这么 这么中国有这么成熟 这么这种 这种 这种 气势 只恢复我们这种剧 他们大大 除他们意料之外 美国人很多 对戏剧的 对我们中国戏剧的认知 只到金剧为止 他不知道 比金剧老得多了 都没有一个剧种 我们有六百年的历史 都没有一个剧种 比他们割剧 还要早两百年 去年 2006年 九月到十月 我们到美国 加州大学四个校区巡回演出 我们首站是 加州大学波克兰 第二站是 加州大学尔湾 第三站是 摄巴巴拉 我们十二场演下来 每一场都满座的 也有许多的西方西方人 非华裔的观众在做 有时候是三分一 有是二分一 甚至于是三分之二的 都是美国观众 九个钟头的戏下来 他们的反应 在某些方面 比在中港台演出 还要热烈 他们也是到了这个羡慕的时候 十几分钟不离开 我知道 我在美国住了几十年 我知道 我看到他们 对我们这个春春美男生的反应 是由衷的 由内心的 喜爱 一种惊艳的一种感觉 还有给我们的古老文化 一种尊重 有时候 我给你一种感觉 对我们的原来 一定是有时候 的 这些人 就是 一种族 一种族 最后 一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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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就請張苏珊教授來 接著由我來為大家講解那個高連的一張劇 在噴劇的第一次改變、第二次改變 高連的那個一張劇的原柱 在寧傳奇裡面呢 它是一共有三十張柱 那麼可是呢這個戲 小如你去看原柱的話 它並不是覺得它非常出色 那麼而且它的定調呢 是一種通俗劇或是一種風情劇 那麼可是它有一個特點 就是描寫一個尼姑跟一個書生 這種可以說是禁忌之愛 那麼在當時候呢可能跟那個整個時代啊 社會啊的文化背景有關係 也就是說那是一種重情 而且強調個性解放的時代 那麼另外就是因為商業經濟的極度的發達 那麼所以導致了庶民文化 也就是大眾文化的興起 那麼可以說這個戲呢 在某一方面可以說是代表庶民文化 或是通俗文化 對所謂傳統的這種elite culture的一種 可以說一種挑釁吧 那麼從明代、清代 那麼傳下來的策子滿多的 現在我們所能夠看到的傳統版 那麼昆劇、御章記 它的改編 那麼這個改編呢 你假如是跟原著做對照的話 會非常驚訝 那麼它一共呢分為六出 那麼就是下地、那麼情條、還有笨定 然後透絲、還有就是崔氏、最後是秋香 那麼非常精緻、非常緊湊的一個小品 那麼從有昆劇以來 它就變成就是說 它變成一個非常特殊的一個經典之作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假如跟原著做一個對照的話 原著是三十三出 而這一段呢 你故跟蘇生的這樣的一個念愛的故事 就發生在從十二、第十二出到二十三出 那麼而且是這其中的七、八出 那麼等於是它擷取這其中的一段 就變成這樣的一個非常精緻的一個小品 那麼所以你假如去真的是有興趣的人 可以去對照那個原著 你就會覺得好像在虎石裡面 那麼著述了那個玉癢 然後也是在沙裡面看到的嘛 要挑那個金子 那麼所以這個如珠如玉 所以整個一直以來 就大家對他的印象都非常的深刻喜愛 所以常常有演出 像上一次或是去年吧 或是前兩年 金美齊老師跟張敬堅老師 都有到台北來演出這個戲 那麼當時非常非常轟動 受到很大的一種歡迎 不過這個戲 它因為它不在於演出一個完整的故事 而是只把焦點放在這個蘇生跟妮姑的 這樣的一段念愛 所以它可以說要表演的 就是一段完整的愛情 而它的繼承援助的 就是保留那樣的一種通俗性的風情劇 那種鬧熱的一種效果 那麼所以它的訴求是一種趣味 很高的趣味性 而且戲劇性也非常濃厚 那麼可以說是真正的是一種老少賢儀 非常符合這樣的一種通俗口味 因為它把可以說人間的那樣的一種事情 什麼還有這樣的一種趣味 把它表現得非常非常飽滿 因為它非常非常濃厚 那麼而且它有一個特點 那麼這個特點就是說 它反傳統的大團圓的結局 最後秋江兩個人是要分別的 可是這個離別卻等於是預告了 將來的一種團圓 而且這兩個人最後在秋江之上 那麼三門海事 它本身就是一個團圓 那麼所以這是它非常特別的地方 那麼也是跟傳統的不一樣 可是大家就會覺得非常非常圓滿 那麼然後呢 我們現在進行到第三項 那麼新版御章記修整的部分 那麼面對這樣的一個這麼精緻的小品 那麼也是分據裡面的經典之作 要來修整它實在是非常困難 那麼我的感覺就好像在一個大美人的臉上 要什麼 動刀整形 所以真的是戰戰兢兢 那麼所以充其量也只能夠微整形 好像現在有這樣一個名詞 不過呢就是說接受這樣的 因為我們一直都這個製作小組 挺直著怎麼樣要把傳統的昆劇 怎麼樣是接引到現代的舞台 然後符合現代觀眾 這種劇場審美的一種要求 那麼所以我們想盡量去挖掘這裡面潛藏 而沒有什麼所謂潛引而未發的一種能量 我想好的作品越是好的作品 就越能夠激發那麼創意 也越能夠激發想像 所以我們對這個劇也有了我們的一種新的看法 那麼也就是 而我的這個修整呢 也就是在這樣的一個新的看法之下 所做的可以做一種微調 那麼特別要聲明的就是說 這些修改的地方 可以說都是依照的援助 或者是援助的語境裡面所蕴含的一種元素 那麼我們並沒有隨便亂改它沒有的東西 那麼我先擺了兩個地方 那麼一個地方就是 第一個就是以投胺來取代下地 那麼在 Emity老師他有兩次來這裡演我所看到的至少 並沒有演下地 那麼直接就從清朝開始 我想在對於傳統 就看傳統劇的 或是他對昆劇非常瞭解的觀眾來說 一點都沒有困難 那麼這是他們 我想在傳統的劇場 有傳統劇場的一種陳徽 那麼可是對於現代觀眾 那麼很少接觸傳統劇 或是沒有看過這個故事的觀眾來說 就有一點困難了 為什麼 有一點突兀的一種感覺 那麼所以因此呢 這就是傳統劇跟現代之間的一種差異 那麼而我呢 就要把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把它加以修編一下 那麼這個修編呢 可以說也是介於傳統劇的開場 他不太重視開場 所以他可以故意 那麼可能大家都知道 那麼這個開場 可是從現代的戲劇的觀念 跟劇場的那樣的一種審美來說呢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就反倒而行 那麼變成一個非常強效的一個開場 那麼這個開場呢 他本身的結構有兩個 包含著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呢 就是一個陳廟堂 這個尼姑 那麼這歸依佛門的一個宗教儀式 那麼非常非常隆重 非常嚴肅的一個儀式 這個儀式呢 占據了這一齣戲 幾乎是90%的顛覆長度 或是重量 那麼他的意義非常重大 那麼就是代表說 陳廟堂進入了佛門之後 以後就要守著新規戒律 那麼跟陳氏呢 斬斷了這樣的一種 一種關係 一種糾葛 然後呢 從此呢變成什麼 所謂塵外人 室外人 因為就像相 就是碰到相遇 那麼所以他看他 他也看他 那麼兩個人左看右看 那麼看了之後呢 整個那個潘壁鎮就呆在那裡 那麼這個表現的一個方式 那麼假如從整個形式 這個結構的形式來說 前面這個很強 那麼很重要的 很嚴肅的 這樣的一個儀式 然後接著呢 就可以說兩個人一見清新 一見鍾情 那麼所以在這裡呢 形成一個在形式上 我就用說才入佛門 那麼愛情就來什麼 抱到就來敲門 那麼所以在形式上非常微妙 我記得當初我是在要去開 御瞻記的那個製作會議的時候 坐計程車 然後快要到的時候 就想到這樣的一個點子 然後我想到這樣的一個結尾 因為它有一種神來之筆 或是一種畫龍點睛的效果 本來我還寫了一個人講了兩句話 可是導演真厲害 我非常佩服我們的這個導演 豐狗森 他把他完全 就是說他把他完全好像就此時 只是兩個人拭目那麼交接 那麼完全沒有生此時 無生甚有生 那麼我想眼睛是所謂靈魂之瘡 那麼一看之下呢 在那一訓間愛情就發生了 那麼所以呢 不管是在東方也好西方也好 這個first side是很重要的對不對 就是falling in love 那麼所以呢 其實我們在我們的傳統裡面 從楚慈的九歌裡面 就已經開始了 那麼他說 滿堂細美人 滿堂都是美人 可是呢 如雨於細木塵 你看 木塵 眼睛 木塵 就沾沾著嘛 你就是看到 密然回首就是看到那個人 那麼所以呢 當我們的眼光一碰到彼此 我們就知道你做的什麼 soul name 那麼 所以這個是非常非常微妙的 那我們現在呢 也有一種說法對不對 說眼睛會放電 所以呢 兩個人就在那一山了 來電了 所以這個眼睛的魅力 是那個威力 不一定比那個宗教儀式要怎麼樣 遜色對不對 那麼一故親人臣 再故親人臣 親 您都是親 我以親臣的嘛 家人難在的 所以你說 潘碧陣怎麼能夠不為之青島呢 或是被他電到呢 所以呢 我覺得這個結尾 那個導演真的是 我 謝謝他 因為他完全把我滿在裡面 所要呈現的那樣的一個畫面 他真的滿 我們也沒有經過溝通 可是他就怎樣的滿 就不這麼 沒有 因為他含有一種無敬的一種韻味 那麼讓你的嘛 環位 所以這這樣的一個 整個地址 出的這樣的一個頭鞍裡面 它是雙線的頭鞍 那麼 而且建立了起了 愛情跟宗教之間的風格 那麼這個儀式呢 就像一個什麼 派當壓迫一樣 那麼這一段愛情 一定會什麼 受到很多很多的一種 到底這段愛情怎麼發展 怎麼成功 那麼在這個開頭的地方 他就已經什麼 蓄滿了後續發展的能量 那麼使大家呢 非常非常期待 到底很好奇 怎麼樣是發展下去 而且那個儀式本身呢 是一個什麼 一個奇觀 一個spythical 那麼而那個尾巴呢 又是那麼的微妙 那樣的一種神來之敵 所以這段的一個 導演的手法的處理 我們看戲的時候 就是在這裡就是要怎麼去看 那麼它的結構 所呈現出來在形式上的意義是什麼 所以在這裡也是邀請觀眾 那麼就是說 挑逗觀眾的一種 觀世慾 觀世的一種慾望 然後呢 參與對這樣的一個場面 那麼他所呈現出來的 形式的意義的一種什麼 一種想像 那麼現在我們放一段 那麼在這一齣的影片 我跟你的這一齣的演奏 就在這兒做的工作 看到一樣的歌手 有的 有的 我的 你 有的 我 我 也是 你 我 青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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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脸 海 斗 阔 我 阿 神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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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藏到你 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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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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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心裡 妖芳 我 味 的雲 心裡 我 心裡 心裡 我 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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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你 既要是好 我和你 龍龍 你 從那裡 阿朱 我和你 無聲 阿朱 虎妖三 虎妖三 胡宝 藏铁街霸 凉鱼三尘 共四尘 春一幕正 春宵将一天 花月花月 愿白说 分析能写 那神心 凉鱼 喵唱 拜佑师父 师父 睡地自 夜拜 明昌 归影无风 现场 小蝶 7 可 小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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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肩 小蝶 大肩 小蝶 大肩 大肩 小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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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今天呢 我介绍第二个修改的地方 第一个修改的地方 就更加的小幅度的一种修改 那么就是在那个吹逝 在吹逝这个在传统系里面 就传统版里面 他就是由这个罐主上场 然后他就说他发现了这两个人在这里有暧昧的事情 所以他就赶快完全不合情理的 马上就把潘壁镇叫来 然后马上就抓着他的马 动到江边镀头 主要他去什么 去考试 上京去考试 这个是真的是简直是什么 违纪处理的最高手 哪有人马上就这样子 完全而且不让人保密 那么所以他紧接着就什么 跟那个邱江黏在一起 所以这一场虽然说是吹逝 可是基本上好像给人家的感觉就叫伴草 然后甚至的连接在那个邱江里面 任何他的一个布袋上面的一个 一个完全不太重要的 那么所以我想了一下 这个在这里为了要合理化 这么样子紧急的一种措施 那么所以我就把那个 给他一个道理为什么要这样子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小迷姑们呢 这一场我就把他放在前面 一群迷姑人马出来 然后善善良良 最后聚在一起 大家呢继续乍乍 那么再说八卦了 那么他们发现了什么 这两个人在你争惯偷情的事情 所以随风飘 那么我想你恋爱中的人的形状是什么 最不容易掩藏的 因为你不自觉就会 就会很自然就流露出来 所以这一场等于是 然后被那个罐主发现了 这种情况察觉到了 那么所以他才会有那样子紧急的一种措施 因为这还得了吗 那么玷污这个女真罐 特别是女真罐 那么所以他就才会那样子 可以做非常反情语的一种 一反情语的一种措施 那么在这场的处理上呢 导演也是很厉害的 他把他的整个可以说是淡写实 淡写意 淡事意淡写实 那么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用舞蹈的一种方式来处理 那么有一种很特殊的一种 可以说一种另外更介于什么 写实跟抽象之间的一种地位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一点像希腊黑剧里面那种合唱队 chorus的一种效果 那么这些人呢 这些尼姑一方面什么 七嘴八舌 对 说他们的八卦 可是另外一方面呢 可以说每个人心里都什么 色怀色胎 所以注意到你们待会看 注意到他有两个袖子对不对 水袖 有一个袖子是长长的粉红色的 那么所以这个处理 真的是非常非常微妙 因为宗教跟爱情的这样的一种冲突 还有在尼姑们所引发的 这样的一种心里不是滋味 那么有一种非常复杂的一种感受 涌现上来怎么处理呢 那么我觉得用舞蹈来表现 那么是最能够达到那样的一种效果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作用就是 这个戏完全是一声一弹 强调真弹的唱作 那么在某一方面 刚才白老师就谈到说 我们这种剧场的一种了解很重要 那么所以在第一处的仪式之后 这群弥固要再度地出现 而且再度地唤起宗教跟爱情的 这样的一种到底是一种冲突呢 还是怎么样的一种关系呢 一再地唤醒这样的一个主题的回响 那么就像那个琴曲样 这个琴曲从头到尾是音乐的一种贯串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飞逝的这一段 因为我们也拍摄的一个人 对象是王宇宙的一个人 他不是一个人 那是王宇宙的一个人 葬礼 那是王宇宙的一个人 你也可以在那里面 我 crise Moorpyo 一顿 我 让你亲爱的我们一起 我去乡这种歌 与他们一起爱着 就太爱你和我生而生他 两海游落我游着 今夜 今夜 何夷闭上 夜都了 真空到好时 难免 随不了 亮灯的身 今生虚无 今生虚无空难消 啊 啊 等下 不要压力 我不去碰天空 麻烦线那个发像 是贼 我去哭嘞了 不不 辽子 或者是甚压力 不是啦 凤凰子 是甚压力 对 你不知道 不是哦 我培讨你 这一步骂 我们就能喝醉了 猜猜 didn't notice no 猛漁之前 猛漁海过的像竿哥息over 哦 我也 dicen 这些人 那把雨漆 ت尽可能 猛漁 铁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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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难得的是就是说不但用舞蹈来表现 而且它跟整個戲的這種喜劇的 這樣的一種定調 那麼結合在一起 把它變成為俏為妙 那麼充滿的一種非常翻譯 整個人就是非常翻譯 那麼我記得我在 其實我當初寫這一段 這一段它的元素在原著裡面是有的 可是那個詞是我寫的 那麼我當時只是白老師說 你這一段反正那個舞台上的師傅 自己會 他會搞定 就說這種很分離的 或是什麼這種東西我們不會的 然後他說你隨便寫 然後反正他們會取代 那麼我覺得我在一邊吃飯 一邊在想這個問題 然後覺得應該作弄一下這些小蘑菇 一下 然後我就寫出這個 後來他們就想要什麼 他們很懶惰 或者是他們沒有想到更什麼的 只能把我這個開玩笑的東西搬上 可是搬上舞台 可是效果好像還不錯 而且我覺得導演 我覺得這個導演真的跟我能夠吸引 也是另外一種牧城 不過這種牧城是藝術上的牧城 那個 所以我就是修改了這樣的兩段 那麼經過修改了之後 你會發現就是說 開場跟過場都很滿 非常豐富 非常飽滿 而且他的那個官式 滿足真的是官式的吸引力 非常足夠 所以最後我剛才講到說 我們修編 我們是根據我們自己新的看法 來修整這樣的一個劇本 那麼這樣的一個看法 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看法 那麼第一個就是情節節奏的強化 那麼剛才在我的講解之中 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說 原來夏帝是非常薄弱的 就是一個交代 說潘壁鎮他好事不重 所以就是非常的滿 非常沮喪 那麼很想逃避 就逃到著滿 他姑母所主持的這個女生官來 然後陳廖長也是因為什麼 落難 戰爭落難是好的滿 他說舵泥鎮也是摩奈何 那麼這樣的一個全部變成交代 而且是等於是在兩三句話裡面 就交代過去了 我覺得非常非常簡單 然後後面也是我剛才講的 為什麼要補上去 還有就是我也注意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凡是交代過場也好 開場也好 可能是一個介紹或是報家門 或是整個就是一個敘述 所以在戲劇上來說 戲劇在劇場來說 showing 比telling 永遠是怎樣 所以能夠直接訴諸於觀眾的一種 觀世的一種慾望 那麼我大概這兩個地方就全部的嘛 那個儀式全部給你修 那麼這個儀式是什麼意思 我想在你一邊看的時候 一邊能夠接受這樣的一種 一種message 就很自然就能夠了解 能夠體會 後面也是這段 然後所以經過了這樣的一種修整之後 我想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說 橫面來看的話 你從橫面來看的話 每一個場景 第一處你可以看到一個什麼 非常一個儀式的習慣 那麼第二呢 情調就是財主家人的嘛 迎風弄夜 情曲傳情 詩情話語 又是另外一個的嘛 一種情調 然後問病呢 因為醜角的加入 所以這一場呢 非常非常詭諧 那麼充滿了一種邪趣 那麼到了偷師呢 哇 周奇小偷來了 可是這是雅賊 那麼這時候呢 風趣 情趣都來了 那麼這又是非常 趣味心很高的 然後再到了這個崔氏呢 當然我們剛才看到那個舞蹈 也是很好看 然後到秋江 秋江的嘛 陳廟廠衝出了女爭關 然後到了什麼 兩個人在江上 海士山門 熱情同派 然後江濤混混 融為一氣 那麼也可以說是一個 也是很好看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有個五人 五人組的水上的舞蹈 那麼那個也是一個什麼 一個奇觀 那麼所以每一個場景都有它的特色 而且戲劇 氣味不一樣 風格也不一樣 可是很奇怪 是能夠地買 融為一品 為什麼呢 我們就要從什麼 中線方面來看 一個這麼強效的一個開頭 因為現代戲劇可以說開頭非常重要 中間怎麼去展開這個情節 也非常重要 那麼Ending就更為重要了 而這個戲呢 可以說在這三節的結構上 那麼真的是什麼 直貫而下 那麼中間怎麼展開 就是他們注定要什麼 經過一波一波的這樣的一種攻跟防 那麼他們必須要去追求陳廟廠 一定要進攻 可是陳廟廠按一身份 女夫 你做女夫怎麼可以 跟人家還沒來遠去 可是還是沒來遠去 那麼所以他就攻防之間 那麼一種微妙非常驅舍的一種趣味就產生 所以一定要攻破了他的什麼 心防 禮防 禮教 那麼還有教法 就是宗教的 那麼由友界到跨界 然後最後到友界 中間是這樣一段 然後到了結尾 我們只是從 可以說結尾有兩個 可以說不然一種breaking free 那麼在偷師的時候 就是兩個人的所有的板裡都撤下來了 可是接著吹飾馬上危機來了 然後到了那個秋江的時候 陳廟廠衝出了一種法 從一個封閉的秘密的面積 那麼中醫怎麼到了秋江上面 可以說愛情中醫能夠見天日的 那麼整個 而且這個整個空間 那麼在那個space 它的一種變化 突然的一種變化 那麼把這樣的一個愛情 最後推向了一個高桃 那麼然後就在這裡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ending也是非常非常了不起 所以在結構上 就是這樣的 用這樣的一種方式去看的話 你就會發現什麼 它非常非常 更加的緊湊 更加的精緻 更加的能夠發揮這整個劇 那麼一氣呵成的那樣的一種power 所以這個第一個目的就是說 當然就會在focus在這個結構上 可是結構本身是一個形式 形式是跟意義並生的 形式就是意義 所以在這裡當那個傳統版的 就是把他的那個焦點放在這個 尼姑根蘇生的戀愛所產生的 必然的一些什麼工房之間的 那種趣味性上面的時候 那麼他會變成一個非常通俗 那麼非常大眾化的這樣的一個喜劇 可是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我覺得我們可以說從更高或是更深的地方 去看這樣的一個戲 為什麼一個蘇貞跟一個尼姑 這樣的一種禁忌之面 那麼他的這種異端之愛 甚至是什麼 毀藏壞禮 為什麼會寫成一個這樣的一個 充滿了趣味的喜劇 而且把你爭貫 我們清淨地 變成主欲這樣的一段 可以說社長高天的 像禁忌之愛的 變成他的愛情的一種溫室暖房 這個實在是非常非常很特別 那麼讓人可以進一步去玩味 其中的玄機殘意的一個地方 因為這件事情這個面愛事件 本來是可以變成什麼 非常非常tragic的對不對 叫你嚴肅地去處理它的時候 可是結果卻變成這樣一個風趣 其實它的趣味是多元的 那麼這樣的一個大喜劇 為什麼呢 那麼我就一直在想 然後得到一個我自己的一個看法 也就是說在這裡面呢 其實他們的壓力 不管是禮房也好 宗教的這樣的一種教房也好 其實一直是存在的 可是呢 所以才有公然後才有房 可是呢 它根本就是說盡量盡量地壓力 然後在表層浮現的 是一個喜劇的一種風格 一種面貌 可是潛藏的東西跟深層的東西 跟表層的東西 我覺得這兩個層次 一定要把它什麼 全部結線出來 變成兩者的一種互動 那麼所以我把這樣的一個主題呢 把它擴大 就變成所謂聖與時 那麼空與色 還有心神跟情慾 還有就是宗教跟人性之間的 有這樣的一種既是什麼 一種衝突 一種相對的 可是在另一方面呢 它又是相 在這個劇本把它寫成這樣子 那麼它又是相照的 那麼就在相對跟相照之間 這兩者就產生了一種什麼 流動還有滲透 可以說也是一種對話 一種協商 一種可以說一種延宕 還有就是最後就是 可以說這樣的一種辯證 是完全的嘛 把所有的界線都變成模糊起來 然後交融為一擊 那麼所以我覺得 在這樣的一種看法 觀照之下 我給他一個結論 就是愛玉是神秘的 天意是隱微的 人間有情 佛有慈悲 所以才會把這樣的一個 毀藏壞裏的這樣的一個 靜靜之愛 靜光之面 把它變成這樣的 充滿了各式各樣的趣味 那麼讓我們覺得 好像一個非常精緻的精品 這樣的給我們的一種想念 這是非常非常這個劇 非常非常特殊的一點 基本上在我們的這樣的一個新的視野 所發現的這樣的一個新的意境之下 整個戲的定效 我們把它什麼 提升 變成一個雅調 那麼這個雅呢 就是什麼 清雅 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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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所有的視覺的設計 全部都秉持著一種極簡主義 也就是說追求白老師所說的 叫什麼 抽象 寫意 抒情 詩畫的原則 所以我們的舞台美學 特別接種這個非常靈活靈妙的 這樣的一種書畫的水墨線條 來展現 這樣的充滿著一種詩意跟蠶意的 一種戲劇情境 然後把人間的這種非常什麼 活熱的 而且什麼 充滿著這樣的一種詩情 詩趣 對於人或是人的一種什麼 這樣的一種愛慾 把它強烈的 把它口癮在這樣的一個 充滿著詩 充滿著禪意 這樣的一個可以說抽象畫的 這樣的一個畫面上 這種視覺效果一定要什麼 逃離不逃 才能夠在色跟空之間 在精神跟體力之間 在宗教跟人性之間 能夠什麼 打開 而且形上跟形下 打開了觀眾的想像的視窗 而且讓觀眾有感官的 自覺的進入了一種什麼 心靈的 精神上的一種 審美 一種追求 所以這個舞台是多麼的 效果是多麼的好 那麼到底是怎麼做出來的 那麼後續的老師會為各位講解 我今天就講到這裡 謝謝各位 谢谢大家